据韩媒报道称,艺人全智龙在此前洗清了吸毒嫌疑,而他本人也加快了回归的步伐,新专辑紧急制作之中。 消息还表示,除了忙于新专辑之外,全智龙也决定设立基金会,意在帮助那些受到毒品困扰的人。 GD全智龙是前男子演唱组合Big Bang的队长,于今年10月被卷入吸毒案件。 12月19日,警方已无嫌疑的结论结案,全智龙喜情涉毒嫌疑。 12月20日,全智龙前经纪公司YG娱乐通过Big Bang官方网站宣布,与全智龙不再续约。 12月21日,新东架Galaxy Corporation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与全智龙签约,同时宣布全智龙确定于2024年回归。 全智龙还将与新公司一起建立基金会,帮助因毒品等其他原因受到困扰的人。 GD于21日公开的手写信中提过,自己透过这次事件才发现了过去一直都没注意到的角落里,有许多弱势族群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尤其无人保护的青少年误入歧途。 而不知如何走回正轨的事情非常多,再加上数据显示韩国每年有2万多名毒品犯罪者,且青少年毒品犯罪状况急剧增加。 但这些人里面只有不到500人有机会获得治疗机构帮助。 不只帮助扫读和治疗读音者,GD更希望能够透过非常喜爱的音乐和艺术活动来资助没有机会的艺术家,并将自身理念能够传递下去。 从基金会开始,从这些活动拨下种子,与众多出色的艺术家和全球粉丝一起,我们可以展开各种和平、无偏见的地球运动,创建一个多元而没有偏见的梦想社会。 12月25日正式公告基金会名为Just Peace Foundation,其中Just Peace是以Justice、正义和Peace、和平所组成的也代表了他的理念。 取名意义正是他想追求的理念,第一笔捐款也自掏腰包3亿韩元以VIP名义捐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